我国古代的很多天子 她们都拥有自己的上千个家里 这些女子正是一个比一个教练 她们之所以要养着这么多的女人 可以说不仅是为了使自己获得享受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为了为她们生下儿子 这个使命在很多常人的身上都显得很是重要 而作为主人的她们 更应该为有合适的继承人 而冲兴更多的女人 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一位就有些不如意了 她跪了一朝天子 拥有十分庞大的后宫环 其中貌美的女子更是数不清 可是很多年却没有一个女子能为她产子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晋简隆地 她幼年的时候很受她父亲的喜爱 她在位只有二百多天 在位期间也几乎完全受到还温的控制 她一直无子其实是没有颜面的 没有儿子这件事到底是自己的错 还是自己那些女人的错 其实她在早年间还是有过一个儿子的 她曾娶了王氏 还生了个儿子 她对这个孩子很宠爱 可是后来她渐渐爱上其他一些有心先进的女人 因而王氏失宠 欲欲而动 这个小孩也紧跟着眉了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儿子离世了之后 好像得到诅咒一样 与儿子无缘 她拥有那么多女人 却没人能给她生出孩子 一直到她过了四十 还是没能解决 她拥有无尽全力 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她 可这件事却实在让她很没有办法 难道自己真的要没有亲子来继承这天下 被普天之下的所有人效仿吗 难道要把要把这天下让给外人吗 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结果 她当然念不下这个念头 于是她找来了一个道士 看看自己是否真的跟儿子无缘 道士来到后 见过了她的所有女人 只见这些女人各个貌美 可此她却一直摇头叹息 瞅着这些人都让她不满意 文帝无奈 又派人将所有宫女阴险出来 让她一个一个的看 成千上万的女子 看着她眼都花了 她满意的却还是一个都没有 文帝看到这种情况 十分绝望 心里想着自己命里 或许就该是如此 没想到这时时候 那请来的人却指了一个宫女 说她长得是个有福气的人 能生一个高贵的儿子 大家抬头一看 这个女子是宫里做粗活的 这个宝质鸭管 长得黑切丑 还生了虎辈熊腰 大家都很惊得 这么丑的一个丫鬟 普通人都可能不会咬 别说是加利三千的司马玉了 可这个时候 司马玉果然显示出独特的魄力 认定今晚就由她侍寝了 果然当天晚上她就宠幸了这位丫鬟 果不其然 这位丫鬟得很快就怀孕了 并为她产下了一个小子 不久之后又生下了一双子女 至此她对她更为宠爱了 为天子之后 还封了她为妃 五十三岁时 病逝